防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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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學員我們現在開始唱可樂 大家請客立 走 大家請坐 各位學員大家晚安 大家好 好 你們緊繞不去 運氣真好 這邊回去 我相信你們可以去買樂透 你們遇到 金彌度 全地球最大的方向 金彌度 今年度 整個地球 新恩恩的新聞說的 全地球算起來 最大的方向 那個執政 一千公里 不過 這方向更大 就受不了台灣民政務 我不是亂說的 兩年一半 我們最高 沒有一次受不了 你可以去問 我們所有的學員 二十年來 台灣 我們 這個風台算第二大 但是 只要我們選擇台灣民政務最高 所有的風台都亂 這次也一樣 我們要掃 現在新恩恩說 好像 要蒙台灣的陸地也蒙不到 但是雖然很大 一千公里 掃不到 所以我就想說 這就是 台灣的名文 台灣 坦白說 在這個世界看起來 台灣的地位最複雜 這複雜 不怪 因為台灣 如果照這個國際法 看起來 台灣後面會變成國家嗎 不會 如果不變成國家 我們是要做什麼 你聽起來很震驚 不會國家會變成什麼 我是因為台灣 會變成第三個 第三個中立國家 全世界以前有兩個中立國家 這是第三個就是台灣 第一個是什麼東西 瑞士 這你都知道 第二個什麼東西 梵蒂岡 第三個就是台灣 我現在給它預測 你來看這個M-BAN 怎麼M-BAN 我們台灣 差不多這三四十年來 台灣的地位 叫我們台灣人自己M-BAN M-BAN 台姓 因為大家討厭國民黨 中國國民黨 阿宋教是中國國民黨 把N-T 叫他離開 就好了 但是我要問你 四百年來台灣 有建立過自己的國家嗎 沒有 沒有 從來沒有 不然你來上學 你要來上學以前 你有很多的觀念 你的觀念 可能都不一定是正確 不對的 所在很多 譬如說 1915年 10月25 中國國民黨 在中山等 幫你帶一個 中國政區 台灣共學 但是你的人應該想看看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台灣有人 有跟人收台嗎 有的握手 有的握手 沒有的握手 都一定要握手 有的好 沒的好 說不定沒關係 但是我是要跟你的觀念 會跟你改過來 再一次 第二次世界大戰 你太清楚了 當然你都沒有參加 我知道 你的老婆老母 還是阿公阿嬤 第二次世界大戰 台灣有參加 戰爭的握手 沒有參加戰爭的握手 好 你看 邊邊一樣台灣 台灣人 有兩種的觀念 一說 我就參加戰爭 一說 我就不能參加戰爭 全世界 這個地球 所有的國家 還是這個地區 會老百姓 不像我們台灣這麼生氣 我問你 你的阿公阿嬤 還是老婆老母 我相信 你節目你不要跟他聽過 說那個日本時代 你走 空襲 有 在那種床的地方 你收開 有 舒散 空襲 什麼人幫你奉扎 美國 有 有人說日本 到底是日本還是美國 太清楚 日本的握手 美國的握手 好 你怎麼騙不去 當然是美國 這個土地 是日本天皇 哪有可能 日本天皇 叫他的飛機 自己奉扎 所以 在那時候 美國人 是我們台灣人 的 敵人 這沒問題 人家自己摸 那就是你的 派人 敵人 那不是 美國跟中華民國 同盟國 是不是 你公文都抹太過 所以 美國人 如果是台灣人 的敵人 中華民國 就是台灣人 的 敵人 你的新聞證 如果有的 你拿出來看看 上面 什麼 中華民國 國民身分證 好嗎 奇怪 明明中華民國 是我們的敵人 你如果去拿中華民國 國民身分證 什麼時候 你去拿出來 變成中華民國的人 你要想知道嗎 還是你本來就知道 知道的 怕手 不知道的 怕手 好 台灣人很出面 不兵器 變成中華民國的人 不兵器 拿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 你不知道 我是怎樣 一張 就 大一搖 政府就發給你 人權公約 第一條 什麼 全世界所有的人 都要有國節 第二條說 任何國家 不可以隨便將你的國節給你取消 剛才我有說 日本時代 台灣人的國節是什麼國節 什麼國節 來 日本國節的握手 日本國節 你沒有握手的什麼意思 你那時候日本時代 你絕對是日本國節 你因為受到國民黨十八年 錯誤到的 你現在不敢說你是日本人 因為國民黨給你教的 庫文什麼 日本竊戰台灣 夭壽 日本是淘汰來的 日本是竊戰的 你要任 去做淘汰的政府來做你的國家嗎 你沒有的 對不對 因為潛在意識來跟你說 那個人淘汰的絕對賣的 但是剛才 我們的副主席 潘信仙告訴他 是台青帝國的大豐帝 將 台灣派給英九 冠牛 大日本帝國的大豐帝 是冠牛豐帝 冠牛豐帝 那淘汰 割浪是什麼意思 我建書 我割筊 我只有拿一套土著的筊 你割筊 割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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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嗎 當然這個利就不好 不要割筊 但是它是一種的利 還是說你做生意失敗 割筊 要賣一間 來賺債務 你給人家 換你的孩子 你的孫子說 我們老伯不會做生理 做生理失敗不遵 我們老伯不會做生理 我要把你拿回來 可以嗎 可以嗎 可以的怕手 不可以的怕手 你都知道不可以 所以我跟你說 台灣這個土地中國拿不回來 絕對沒有土地拿 這點 和周恩來 當時在美國的別宮 的記者會來講得很清楚 他提前美國 他跟美國說 1895年5月8號 馬關條約 已經將這一塊 土地 台灣跟朋友 永遠割讓給日本聽話 到今天為止沒有改變 所以中國在跟你說 神聖不可分割 什麼台灣是中國一般 我跟那些消費 都是政治上的口號 你不用相信 最近他沒說了 這三四年來 我們台灣民進府 我們主將發表 這個要做台灣的地位 用那個法律來講 他也開始研究 他現在也相信 相信我們說 所以我跟各位說 中國絕對對 不可能將台灣拿回來 現在過來就是 台灣人 他後面怎麼做 你現在知道台灣的地位 你相信 你要來上學以前 你多少也有看 還是台灣民政府的官網 你都有看 台灣這塊土地 你說在1945年 10月25 中華民國跟你選佈說 台灣共學 你後來1945年 1月12月12 跟你選佈 為什麼 由1945年 10月25 那一日開始 所有的台灣人 集體國節 規劃做中華民國國節 這都違反人權公約 一個國家不能隨便 用集體規劃 某一種的國家 那個國節是不對的 所以 1946年1月12號 中華民國選佈以後 英國跟美國 第三、八、三次 抗議 他說 等一下 他叫15年8月15日 本天皇導航 都沒有半年了 你將台灣人都變成 中華民國國節 我們都沒有生意 那個時候 和平抵押還不簽 那都沒有尊勝 所以現在派人去日本 跟麥克拉斯說 他說 我為了在台灣要管理 比較方便 所以我不得不 將他們的國節 先給他們 用一個中華民國節 給他們 其實 九月就在 一九十五年 九月的時候 別跟麥克拉斯說一句話 他說 他希望 當然 他不是他本人 他的部隊來 把他報告 他說 這些人看 看這面 看 看渡邊 上面看 這些人就不像中國人 這些人都是日本人 所以跟麥克拉斯說 這六百萬的人 最好把他用純載去美國 載去日本 麥克拉斯說 你他開校 我怎麼有那麼多純來載 你知道中華民國 在1945年 的九月切子 麥克拉斯一般 一般命令第一號 選佈的時候 叫他來台灣 來接受日本的導航 那時候 中華民國說 我是很愛去 但是我不用去 不要說 坐飛機 還不然就坐船 中華民國說 我沒有飛機也不準 讓他送他人來台灣 所以麥克拉斯說 我派美軍去跟你載 所以美軍 只要去 這個中國 幫他載 部隊來台灣 來接受台灣的導航 你知道嗎 日本天皇 選佈導航的依情 那時候 美軍一直要來講台灣 日本說 要跟美軍拚一下 我相信 老婆老母 如果是日本時代 有聽說 初中醫生 都知道這些事情 那時候 日本將關東軍兩輸 最經濟的部隊 調來台灣 怕說 美軍定量 要跟他拚一下 那時候 這些學生 如果初中醫生 大家都訓練 想要跟美軍拚一下 當然 美國人 也不是老公 他有一個 戰略叫做 跳肘 就是 樂道 跳過台灣 直接去講什麼 去講 琉球 1945年4月1號 派兩三千家的孫 去講 因為流球比較小 台灣太大 他怕說 如果來台灣 講完 輸了 美軍就拚起來 所以把台灣跳過去 那時候 流球跟台灣 是熟日本的第十方面軍 第十方面軍 那時候 日本的流球跟台灣的司令官 安藤立志 第十九任 台灣總督 台灣委託到最後 第一任 華山之際 和第十九任 這個十九任的總督 裡面 第一任跟第十八任 所以這個 有很多法律的管理 所以這個 等一下再講 因為 美國 他不敢打台灣 直接去打流球 所以流球 在四月初 開始了 他犧牲很多 美軍 準也犧牲很多 所以 他知道說 這裡是日本人 他說 日本人不是人 因為 有一個 日本人都用一個 神風特攻隊 特攻隊 那都不怕死 好像不死 那 塞飛機出去 就不回來了 一個飛機 配你一隻準 一個飛機 配你一隻準 美國被打到 很怕 所以 美國人 夠怕你為止 今天 2013年 就今天為止 美國的 國務院 還是非常 討厭日本人 我們是 日本人 台灣人是 日本人 所以 美國 國務院 也是非常討厭 台灣人 只不過是 台灣人 不知道這些事 就是說 你是中國人 和中國 美國的 美國 會 幫你 NO 美國 沒有 你幫我們幫忙 你看看 台灣關係法 那不是你幫忙 台灣人 台灣關係法 裡面是幫忙 什麼 中國人 中國人 台灣關係法 裡面 台灣人 所謂的台灣人 用什麼 英文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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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是台灣人 喔不是什麼 台灣人 對不對 但是古金山河冰條約 上海公報 跟美中的建交公報 裡面的台灣人 他跟你說什麼 The people of Taiwan 你要看 差一字而已 The people of Taiwan 台灣人 The people on Taiwan 也是台灣人 你從台灣就回去了 我相信這麼年輕人都沒聽到演藝 The people of Taiwan 其實 如果要翻譯中文 漢字的 應該叫什麼 本土台灣人 我們啦 我們叫本土台灣人 The people on Taiwan 是在台灣的台灣人 住在台灣的台灣人 所以Mind you 就是The people on Taiwan 差一字而已 這叫做模糊政策 所以台灣人 如果跟美國講話 還是看他那些東西 你都看不出來 政策都說什麼 都記載一邊的 The people on Taiwan 台灣 我們在關西法裡面寫的 其實我們驚訝去顧美國 就是你跟美國說 對不起 我不是The people on Taiwan 我是The people of Taiwan 所以顧美國 兩千空兩年十個日子 顧美國的時候 美國人 美國反應就先跟你問 請問 你們所謂的台灣人是指什麼 你知道嗎 現在移過去江澤民 有一天他也會跟你說他台灣人 如果要台灣 他就進來台灣人 說台灣人 麥英九也說台灣人 胡錦濤也說他台灣人 我愛台灣 各位 法理的東西不能讓你麻麻糊糊 所以法理跟我們問的時候 我們就跟他說 1945年 八月十五 日本天龍選佈導航 那一天 那個時間點 躺在台灣這位土地頂管的人 跟他的後代 叫做The people of Taiwan 美國也是這樣認定的 我們台灣人 六十八年來 受的救援都不對 對啦 記載他黑白片 所以今天我們就很困難 在這裡那麼多的時間 要從台灣人的觀念 把冰箱倒過來 雖然有難度 但是我們很討厭 我想你們今天來這裡 坐在這裡上課 你們所遭遇的困難一定很多 你的周邊的人跟你說 你頭髮頭 你剛去上課 你會叫他來關嗎 我想你 你兩人都遇到這種情形 如果要來 有時候跟你說 你就為了要做關才去騎上課 各位 沒有不對 我們為了要做關才來這個上課 因為 沒有我們 沒有人 來沒辦法救台灣 你說對不對 對嗎 對嗎 拍手 拍手 我說的是實在 但是 你來這裡上課 回家一定要有收穫 我在上課這些東西 你們都聽著聽著就要刷掉 沒有 你要看一下 新台灣論一定要看 當時 你也要去台灣民政府官網 去看台灣民政府官網 那些官網 我先把你租取得好 明天後來租取得好 你後來就跟台灣民政府官網去看 你如果有問題 你都要去問 這是我們的官網 這今天有發表 台灣民政府的聲明 來 繼續看我這裡 因為收穫比較親 要聽得清楚 1946年1月12號 中華民國的行政 他跟我們說 為疫情四五年十月二五開始 集體 規劃為 中華民國的國籍 美國英國抗議 今天他們都沒有生意 英國 美國一樣 美國一樣 所以美國 說很多話 你英文聽不懂 黏著這樣黏著這樣 美國都常常說 你台灣不可以獨立 沒有跟你說原因 你台灣不可以加入聯合國 沒有跟你說原因 你台灣不可以加入國際組織 沒有跟你說原因 台灣 我們在世界組織裡面 也不可以參加國際上任何組織 沒有跟你說原因 美國從來沒有講台灣是什麼 你不會這樣感到嗎 到現在為止 美國不要說 都跟你說 不可以這樣 不可以怎樣 不可以這樣 我們今天我們台灣民進府 在顧美國就說 你一定要說我可以怎麼樣 我可以怎麼樣 我可以怎麼樣 你要叫什麼 怎麼說 叫法例 法例是美國 跟那些公共的國家所做的 這個法例是什麼東西 建政法 什麼叫建政法 建政法就是國際法 國際法 在建政的部份分成五點 第一 海牙第四公約 第二 日內華和平公約 第三 紅十字會的總章層 有關建政的部份 第二 美國最高反而對建政的打斷 百幾點 第二 美國的陸軍總署的野戰手冊 三千幾條 有全國的東西 結合起來 就是戰爭法 戰爭法 是慣例法 它沒有條文式 所以建政法 因為是慣例法 所以國家難得 所以你看 台灣現時很多人 都說他立國制法 沒有人立建政法 但是我會跟各位說 我剛好我去立建政法 我立建政法 我是因為賺建政法 普通比較好 他在中ента的人 你賺建政法 你有飯好吃嗎 絕對沒有 沒說一天之後 你建政 所以我賺建政法 他沒說我坦白從寬 我不是要打鐿 我是要帶普通學位 這裡賺建政法 不想賺建政法 回去 二千塊二年 日六月二十九號 我偷偷金門回到台灣 2003年 2002年 六月二到偷偷金門 十個車去環球電視來做總經理 我是這樣 以後李政緯在駅長年跟我記名 李政緯跟我說 所以我的貪圖說 我去投建政法 去投建政法 放在台灣的地位是李政 跟我說 李政緯說 你日本投建政法 放在台灣的地位去看 現在我又 傻傻 我們紅椒東 丹陽吉 已經投台灣的地位 誰過了本色 我就有投過了 人家寫得很好 他跟我說 沒有 你不就將建政法把它放在裡面 試試看 但是他還給我教一句話 多那句話 他說 你怎麼知道台灣現主是 美國軍事政府 占領中 他沒有說這句話我怕到 蛤? 所以現主是 台灣這所有的 國際法的這些 報數什麼數都一樣 那時候的觀念跟我 剛開始的觀念是一樣的 沒看見美軍 怎麼 怎麼還在美國軍事政府 我剛開始是這樣想的 那時候是 2004年 剛才要過年 我印象很深 2004年 要過年的時候 我真的是三個月時間 在家裡都沒有出門 我沒有出門 是真的沒有出門的 有一個朋友洗澡 過程一個禮拜 都給我買東西 給我鑽在冰箱 我很很討厭 三個月 看很多車 越看 我的內心 越沉重 台灣人 看到最後 真正面穿越來 台灣人 六十八年來 那時候不是六十八年 剛才六十年 六十年來 台灣人 不知道自己的地位 不知道自己的身份 還在那裡迷迷糊糊 讓中國人這樣騙來騙去 下去 三年後 三個月 我開始寫問酒 寫這些問酒 當然我都要給你們看 給你們看 以後 我就自己想 要怎麼撞這些消息 讓我們台灣人知道 那時候 我想 沒有人來選議 因為選議 那時候 剛才我 沒有多久了 有這位 最後一任的國民大會代表 你不知道 知道嗎 最後的國大 三百個 說要修憲 我想說 我來選 你看看 你如果有選的機會 你要選 台灣 四季去鴻港 鴻港 鴻港 對不對 我真的這樣 那時候 有朋友 和我 帶來 為賓 為賓 為高雄 真的是一方 一方 去鴻港 那次去選議 我拿一萬四千票 還要掉 三百名國代來 我以建國黨的行為去選 我選掉 那時候我的票 競然在金門 是贏過民進黨 一萬四千票我當選 晚上就去做國台 因為我做國台的藝術 我想我利用國台 如果可以發言 我去發言 讓我們台灣人知道 那一次 電視就跟我說過 對不對 很可惜 國民黨動局 知道我以後 全民風色 我才會記得 那電視做 我穿一支車的衣服 後面車建國黨 站在那裡 好像有人在那裡 沒什麼 開始全民風色 所以那時候 他們就很注意我 但是呢 那時候的 國大代表 他的任務 是要修憲 要修憲前 三天 我選擇四十 三百的國台裡面 唯一沒領錢的是什麼人 是我 林志生 你可以去查 那時候 民進黨說他沒領 台南說沒領 都騙人 一個選沒後 馬上領領 我真的不去 選之後 兩千空四年 跟他選出來之後 沒有辦法達成任務 但是那時候很好 我去食材 農民黨的主席 我們都變得很好的朋友 農民黨的主席跟我說過之後 他也說 欸 你說這個對 這樣台灣人都不知道 我就是不知道不知道要來想辦法了 所以到二千空五年 我想說三國台無效 要不然他走 不然他先去選保訣 去選保訣 選保訣 選保訣 選台灣的保訣是不領 美國華盛頓邮報 來選 選擇 選擇 他選擇 選擇 會跟我們拜託 會跟我們貴的 跟我們拜託 拜託 我要訂這個報紙 幫他倒出 那時候國台的議長 正丹 陳凱茅 現在是他的負擋 讓我這麼好 他看了 尤其等一下我再寫一本書 台美關係的關鍵報告 他馬上在外面的卡點給吳淑貞 就是丹凱婢的太太 因為婦人啊 台灣有救了 那本書 比較快去看 跟阿扁那時候討好去太平洋的一個小國家訪問 但是我知道要跟阿扁沒討好 因為我才知道 阿扁叫我來一關 我要看四次 他才跟我說 喝醉你來以前的 我嚇了一下 第一本 阿扁陳醫師就打電話給你太太 說叫你要看 阿你沒有看 本來他也要寫台灣的隊員 然後他看我的小看 他都沒有嚇 所以 我選你的國台 不好 七月二十 兩千塊五年 七月二十 報紙把它頂下去 所以 記者馬上去問美國國務院 國務院跟我說幾個 No comment 不予評論 在我頂那個報紙的頭前 兩千塊五年 兩千塊五年也一樣去頂一個報紙 他說要求美國要改變一中政策 美國國務院出來給他開記者會 他說No 一中政策我們絕對不會改 我們頂那個報紙頂下來 我說你美國服侍了我台灣人民的人權 你還在佔領中 你不能叫我去做兵 他自己說No comment 那不好 三百萬又開啟了 國台會去選 之後 現在回來 大家又坐一坐 不知道要怎麼想 想一想 我那天說市長要選議 來選市長看看 台北市的市長跟高雄市的市長要選 台北市我們大家都知道那是中國誰 我還是台北市他選不好 來高雄選 我雖然高雄比他 但他比他很久了 我沒有辦法拔人的 要怎麼 反正就不是要抓的 來跟他選 沒有 那就去高雄選 選市長 你們知道有一個林志生山高雄市長的行車 真的知道嗎 你高雄也知道嗎 不知道怎麼會拿去 對 都不知道 這樣選就厲害了 國民黨很厲害 他幫你公司 都不知道百人去選 市長 選市長沒有人知道 要求還給他選兩百萬的保證金 去選市長的時候 我就想說 我去選市長去選的時候 一定會 電視會廣告嘛 對不對 要幫你訪問嘛 很厲害 國民黨 動作我沒有在選 沒有這個人 這空氣 所以我一人知道 沒有錢創電視嘛 只要去買那個 還有 收民機的廣告 電台的公告 那如果沒有一台要買我 只要去買什麼 買屏東的電視 還有電台 廣告時間在那裡 屏東的人滾著 我開始跟主持一天兩天前 那個市長變成屏東地區 收視 收聽率 第一名的 所以我的警察總部 都是屏東人 屏東的鄉親 拿魚 拿米 拿米粉 我兩次的遊街 都是屏東兄弟 來幫我支持的 他們聽我說說 這張剛開始的時候 我把它掛美國機 米掛台灣機 他們叫我去做傳銷 你賣美國的產品 你賣美國的產品 我知道了 但是聽我英港以後 告告說 這個中 因為我想說 我那人選的時候 我叫 叫兩百一百的人 來去顧美國 要給美國知道 所以我如果在遊行 一兩公里 真的騎腳踏車的 開車的 運動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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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長的 當時的 彈曲 和國民黨的黃金營 黃金營 黃金營 他們都嚇到 夭壽喔 這個人在選擇 在亂 他們的心態也拿幾萬票 他們都不知道 你知道嗎 外國的那些 那些人 那些人 都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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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賓家 如果 高雄市的 警察局 派一個水戶給我 那水戶看 我這樣 喔 夭壽 這麼熱 尤其在遊行的 這麼熱 在支持 喔 穩住的 他不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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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如果收出五千五 絕對輸的 他不想問我 你怎麼說 那是沒有票 所以在選舉前的 一禮拜 我說你待會選賦 我們選賦 你不要選賦 因為我絕對不定 所以很趣喔 我那天的票 我是第二票 選的票 剛才幾票 一千一百十四票 一千一百十七票 乘以二 我二號嘛 那怎麼辦 二 二二八 我還要求兩百一票 去顧美國了 喔 看來這個事 我跟我雞毛皮都吵起來 我在李翁 說李翁 不好意思啦 我在要求 我在演講 那個粉絲啦 就兩百一票 去美國顧 顧什麼東西 人權 這兩千塊 我顧美國的時候 剛才歐巴馬選調 歐巴馬 頭一天 他的腳趾就跟他說 有人跟你顧 歐巴馬是人權律師 人權律師 人權律師叫他顧人權 歐巴馬非常受氣 我六百才知道 因為CIA要跟他講 國安的也跟他講 所以他說 這個人到底什麼人 Rogerlin 所以他就問那個 紐約 那個 台狗 叫他的 別宮 台狗很高興 歐巴馬選 美國總統 叫我去 原來是要問 這個 Rogerlin 什麼人你沒 所以 開始 過了半年 美國的各國 每一個單位 開始跟我聯絡 聯絡的師 這個人 他就跟你說 你的 這個 顧巴馬 美國這些東西 是從哪裡來的 你怎麼樣 這麼多的材料 這麼多的資料 我說 我是讀建政法 以後 我將這些建政法 這些東西 把它綜合 你美國 不對 所以 美國 CIA 跟美國 各方部 由當初開始 提供 秘密檔案 來搞好爛 所以我 從那時候開始 才會聯絡 提出 出文章 用各種的方便 各種的角度 來稱臺灣的地位 所以你看看 這個網頂 我最不最多 在這三年來 我才稱四五百批 不管是英文的 日本的 的文章 你給我看 現時我今天 現在開一天 有一批 的文章 定在臺灣民政國官網 現在已經到一百六十六批 其實我 已經 駛到兩百一十批 我是怕算 繼續駛 我看可以駛到四百批 沒有問題 就是 用國中的角度 所以 有時候 這些獨牌 老闆家 跟我說 欸 你妹 你也留一些 反駛 你都跟駛了 我說 你就不用駛 你要駛 台灣三四十年來 一直說台灣要獨立 我就要說 為什麼台灣不可以獨立 美國說 台獨代表建進 為什麼 所以我這個少年 要再問你們一個問題 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 對不對 對的駛 怎麼不敢駛 不叫的駛 沒有駛是什麼意思 一定要駛 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 對的駛 對嘛 啊 台灣 是台灣人的台灣 不對的駛 我告訴你 台灣不是台灣人的台灣 為什麼 我還問你一個問題 國賓飯店 是住在國賓飯店的人 對的駛 對的駛 這就知道了 為什麼你賣駛 因為 國賓飯店的所有權杖 你拿不出來 你台灣的所有駛 你敢有 有的駛 都沒有 什麼人 我都拿台灣的所有駛 日本駛 日本駛 剛好 我們的副主席要告訴他 馬關條的 台青的台風 在將台灣 配給英雄 掛給日本駛 所以所有駛 在日本駛 手頭 很簡單 日本田農 有這些土地的所有權 他沒辦法管 他就交 給首相去管 所以首相 有那個土地管轄權 這個法例就是這樣 一個有所有權 一個有管轄權 你看我們的社會也一樣 這間公司是我的 我有所有權 但是這間公司的經營權 我交給總經理 總經理跟黨屬地是不一樣的 這樣你就清楚了 對不對 所以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 我告訴你 那是政治比較好 跟你騙的 我如果要選舉 我就跟你說 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 你不要選我 要選誰 你心就動了 你要選中國人 要選國民黨 你說沒有 我就不要選國民黨 但是 我們說民進黨 到底是哪一國的 中華民國對 但是是怎麼說中華民國 你知道民進黨是怎麼成立的 1986年的6月25號 美國眾議院開票通過 所以 跟中華民國說 他要成立反對黨 中華民國怎麼要聽美國的 因為中華民國 你來台灣管理 是美國軍事政府跟你拜託 讓你有管轄權 代替美國軍事政府來管轄台灣 所以1986年的9月28號 民進黨成立 民進黨成立在哪裡 在圓山飯店 圓山飯店是什麼人 會 宋美齡的 現在建國 當時拿錢拿人 民進黨 他跟那些人說 尤其是新雕旅院 跟那些人說 說什麼 你只要在我中華民國的體制 裡面要怎麼算 都記載去算 我絕對不會幫你領 所以不知道 後來 康英雞 一天到你 什麼人要不要 謝湯婷要不要 什麼人要不要 什麼人要不要 你有看到嗎 那是為了來的嘛 那天不是說 一天都二十萬嗎 那天一十萬天 我買一棟廚呢 好 標明是說 剛剛賣書 跟國民黨在對抗 這眼雙黃 民進黨的當中第一條說什麼 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名 叫做中華民國 靠牙 你拚整天 以前 東華的時候很好 東華說 退翻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 他掛出 變成政黨 變成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名 叫做中華民國 台灣的決議文也是一樣 一樣 一句話 所以我告訴你 中國國民黨 你不用說 你看中國兩次了 中華民國 民進黨 中國國民黨跟中華民國民進黨 跟不一樣 我告訴你 你會怕到 在1989年那個時候 1990年以後 李定輝 派我 和謝龍勝 兩個人 和中國中央辦公廳 共產黨的中央辦公廳 在韓國 在歐盟 接觸過 那時候 人家中華在美國 說幾句話 他說 我中華人民共和國 可以改名中華民國 但是你中華民國也可以改名叫做中國 我們都來改 我親耳聽到 親耳聽到 你會怕嗎 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簡稱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簡稱中國 母母的母子 可以叫做中國 馬尼 四月到六月 美國已經跟我說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 哪是台灣 發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身份證 叫做中華卡 那幫你改 你如果申請中華卡 有晉騙的 你去中國 免簽證 那台商個個一定投票 我沒有你騙 一定去簽的 我跟美國說 台灣民政委 台灣政府的身份證 我們也有晉騙 我們如果拿這個晉騙 我跟美國說 你要發去美國 免簽證 沒有負責直接去 你說這樣 到時候 台灣人要簽第一種 不要騙 台灣人一定簽兩種 淘淘清啊 台灣人最厲害的 但是我先跟你說 美國絕對不會允許 我不會說這麼快 因為 你們趕快做一半而已 說太小了 你們聽不懂 我最前的跟你說 這個東西 後來這裡說 今天先跟你說 基本觀念給你聽 一九十五年四月七月 我告訴你 台灣的總統有十九月 但是第一月到第十八月 都是日本天皇人民 第十九月 是由修上人民 這有什麼差別 各位 如果這塊土地是殖民地的時候 日本天皇要任命總督 如果這塊土地是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都要任命首相 台灣 那個時候 原來是大清第二國的殖民地 那個殖民地 在那個時候有一張堂 你看看台灣在那個時候 含清朝的地堂 你有看到嗎 你看到這個堂 你嚇手 你不看的嚇手 這叫台灣 這個台灣怎麼 缺一拔 有沒有 是不是缺一拔 那拔是怎樣 如果中國人的 剋本剋念跟你說 另外那拔 那當初 因為古早 吞在海底 他跟你說你也相信 不是啦 架兵的土地是高砂族的 高砂族的 高砂族那個時候 不是中國統治 不是青條通治 青條通治 青條通治 只有西河 西邊 六個豚肯區 所以 日本天皇也空空 掛給他就收 收了之後他吃虎了 一百九五年 五月切八 馬關掉的身後 簽下去 六個 青條通治 九個 六個十七 派兵 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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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鉄 Companies 臺灣 鋅 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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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他們說 高沙只是幾個族 沒有形成一個國家的 sovereignty 的觀念 所以 本天用警察和軍隊和政府 1905年 用了十年了 到1915年 整個台灣被征服 所以1915年開始 台灣是在歷史上頭一次出現 sovereignty 主權 而這個主權是由誰建立的 日本天皇 過去沒有主權 是一盤散沙 1915年 日本天龍建構了台灣的主權 1922年的2月6日 有一個華盛頓財經協定 第十九條 承認台灣偏偶是日本天皇的土地 這都歷史上都有 都有這些東西 過去你都不聽 現在 成立以後 日本天皇 1915年以後 他就開始規劃 要將土地變成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所以就開始在土地 島主 用很多錢 從日本拿錢來 他做那個嘉南水浸 嘉南水浸 是比長城更威大 你知道嗎 那個嘉南水浸的長度 是萬里程長城的好幾倍 你都不知道今天讓美好吃 台灣這麼大 是靠嘉南水浸的水 不然以前的台灣是很壞大的 文藝很多 政什麼法都沒辦法 只能持續而已 那個人叫做巴田羽衣 那是真真正的台灣的影響 巴田羽衣 它在規劃 這個嘉南水浸 台灣人都 你如果要跟你問說 台灣有什麼民主影響 你都說不出來 你所賣的都是中國的 台灣跟中國怎麼有關係 鹽會也無關係 我們投的歷數都是中國的 投的地理都是中國的 你投的萬里長城是要死嗎 如果跟你說中國 大家都背得出來 如果說台灣都不知道 你問說你台灣怎麼去哪裡去 沒有 如果說中國有了 我去幾個禮拜會 去什麼什麼什麼 那就夠了 所以 1922年的2月6號 那個華盛頓財經協定 是九個國家簽的 日本委內的時候開始 從我們台灣 開始要規劃為神聖不可分割領土 照萬國公的規定 原來愛女族是北海道 北海道本來是日本的殖民地 愛女族說的話不是一句 也是愛女族的話 後面後 黃民化以後 會說一句 生活習慣漸漸漸 後面後 日本天皇實施憲法 萬國公的規定 實施憲法以後 給他參政權和參戰權 他就變成日本的神聖不可分割領土 台灣1937年開始 時時奉民化 給台灣人改選名 不改也沒關係 當時 很多日本的習慣 讓你知道 後時時 內地延伸 內地就是日本奔土 延伸來到台灣 一直到1945年4月1號 這日子要記得 日本天皇選佈 台灣實施憲法 在他實施的進行四月 一月份的時候 他讓台灣人 三個參議員 五個眾議員 去日本參加幾歲 所以台灣人可以開始做兵 所以台灣人那時候開始做兵 不是做兵 做兵 部隊 日本軍 所以日本軍 如果建政四季以後 要怎麼辦 他就要去政國神社 給他供奉 今天日本的政國神社 裡面有幾個台灣人 有三萬九千一百個 所以 中華民國的中列詞裡面 有台灣人嗎 有一百個合不 一百個不而已 我們台灣人敢不去中華民國社 有耶 很多耶 那完工社的 洪仲邱 他還要跟他報告 你可以入中列詞 他跟他記著 他記著之後很少 你不是中國人嘛 你控制什麼中列詞 要做什麼 所以你為這個地方 你就看得出來 我們台灣人是日本人 我們不是中華民國的人 但是台灣人 叫你那裡拿出來 都是中華民國身份證 所以 我們國美國 2002年 10月2日 國美國以後 美國的破冊 2009年4月7日 破冊 5點 本土台灣人 沒有國籍 表示說 一九 四兩年 一月十二日 那個中華民國國籍是假 第二點 本土台灣人 沒有國籍 政府 第三點 本土台灣人 要成功 在政治的連隔 各位 什麼叫政治煉獄 就是你台灣人 把自己弄錯了 還在中華民國體制內選舉 你的選舉 我要請問 選舉全世界沒有這種制度 去選舉 比選舉的人 可以拿到三十塊 對不對 你知道嗎 有參加選舉 走去看看好不好 沒有啦 沒有啦 你本人去參加 你被選舉人 有啊 你是都選舉人而已 對不對 你有被選舉人的請你舉手 都沒有 你都沒有機會賺到三十塊 所以你跟那個人說 不要去選 不通啦 我如果炒英文 英文也要選 六百控 九萬票 一票三十塊 一億八千萬 跌下去燒燒 說得都很好聽的啦 我在衛民服務 在安革服務 為他自己口袋服務啦 馬英九六百七十九萬 九萬票 兩億八跌下去 政黨拿五十塊 拿四年 我跟美國說的時候 美國不相信 哪有那個事情 現在查到他們拚命了 我們去選舉 坐計量車 騎到桌外 先去坐飛機去選舉 照度理來說 選舉的人 應該讓你請賣飛得到的 不是 比選舉的人 你那些衛民服務 那拿三十塊 那你每一次來選舉 你就撩錢 撩下 撩下 兩百十十塊 日本委員 五十塊 政黨給他五十塊 拿四年兩百塊 那法選員三十塊 全世界不算最多 那台灣人很公 所以我跟你說 國選人家庭 台灣人死 你都不知道嘛 好不容易去顧美國 所以馬英九選保 台灣人不用做兵 不是馬英九 是我們的關係 我們跟美國說 我台灣人去做什麼兵 我去給你選領 因為做兵就是效忠中華民國 你會記得嗎 你去做兵的時候 他有跟你說效忠中華民國有嗎 中華民國是你的敵人 你跟他效忠 美國說 全世界跟台灣人打開 我說的 我如果不對 你都跟他反駁 沒有啊 台灣人打開 現在有人說 卡電話說 秘書長 我現在接著兵庭 我不可以去嗎 當然不可以 他不可以去啊 你現在現實是 他不是用中華民國 他是用台灣當局 台灣關係法 裡面的台灣authority 他有管轄權啊 因為你一直以後 教導你一直以後 他不會跟他說 你要效忠中華民國 他在那裡玩遊戲 所以最近 馬英雄說 不是馬英雄說 國防部 中華民國說 要欠兵 因為 洪仲秋的關係 欠兵 要兩萬八千人 才徵造幾千人而已 四千人 還要再來做兵 我告訴你 我正式告訴你 馬英雄跟建議 還不配 他如果真的配 這六萬年 要去做兵 記得我馬上控告歐巴馬 我們已經 我跟歐巴馬這邊說了 他再做法看看 再叫他去做兵看 我們不用做兵 我們不用買武器 現在有人說 不要買武器 我就開始跟阿媽 你以為阿公幫你通知 阿公要幫你打 我告訴你 阿公絕對不會幫你打 百分之百 你認真想不想 阿公 前你這四人 還是頂四人 什麼時候打過台灣 打金門媽祖剛好 金門媽祖是他們家的 人家打他自己的地方有什麼不對 當時幫你打台灣 有嗎 有啊 2006年的飛彈危機 打兩顆 在這個北部一顆 南部一顆 空包彈 唠叨叨叨就知道 那是空包彈 他只要實彈 那就是建政 所以美國派兩架 洪洪武器人 前後幫你告 美國有跟美國 中國有跟美國說 我打的是空包彈 你看喔 沒有任何傷害的意識喔 有嚇就好啊 我們台灣人都不知道 喔 打飛彈喔 打飛彈 打飛彈 打到我們這裡 假設 那些飛彈在這裡 砰一下 最多是一坑而已 飛彈是心理因素 沒有啦 你也不明白說 建政會死很多人 你都要做 男朋友都要做貴賓 都會打拔 打得準 走去看看 走 走 打得準 一天到一個 走去看看 你都打得不對 所以建政也一樣 你要打敵人 打得對嗎 打得不對 打得不對 不是啦 在建政會死人 不會死什麼人 說比較白的 就是主題 去打精經國 一救七宏年的時候 你會記得嗎 跟黃文雄 那兩個十公俏而已 要打 打不到 你會說 那是飯堂 不是飯堂 不然你自己去試試看 給我看 喔 你想說 那一集穿 很簡單 那很重 打得就跳起來 所以建政不是都想的 那兩個庫白 庫白是美國 美國 無人飛機 美國很討厭 化學武器 所以這邊的 修理 美國一定要修理 就是因為 因為違反萬國公法 用化學武器 但是沒在沒錢 那個台客 美國國務院 那個國務卿 他在開玩笑說的 因為如果西里亞英語把那個化學武器交出來 歐巴馬可能就不會打 夭壽了 說得比較縮臉 三天前後發表說 西里亞要交 要交 你不要打 說了就說了 不能落台了 所以變成歐巴馬 聽不懂歐巴馬的國家說 你如果不高 我一定給你打 因為他如果沒辦法打 國際法就投起來 不猜我在預測說一定會打 因為照國際法 我看他的姓名一定會打 好 這個姓不要說 我們台灣 1915年四月起 萬國國法是西里亞 台灣這個土地變成日本天皇的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台灣人變成日本天皇的姓名 戰爭四季以後要去放在建國神社 因為表示說我們是日本人 去年八月十五 我們派五十個人去建國神社 參拜 出來之後站在那裡 日本人看到我們站在那裡 整個都穿黑的帝帽 日本人多感動 尤其日本的很有名的政論和電視主持者 叫做櫻子 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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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很有名的 比什麼參議員 比那個重型更有名 有啊 你有看到嗎 有啊 你有看到嗎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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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在那裡 那個 那裡有三個 漂亮的帝帽 你有看到嗎 有啊 站在那裡 那我太太 也不錯 我一定要說不錯 就對了 不然叫修理了對不對 你們男朋友都黏黏 那 俄羅太太 就不叫修理 那個 他 他 看到我們 站在那裡 你知道有多少人 躲在那裡 一位 最少一千 外面 外面 為幾個年 都你 跟我們修理 什麼 跟我們修理 感謝 台灣人 來 全國新車 參拜 到12點 我們要離開的時候 那些日本人都拍手 好 當時 百姓連外 那五十個 也是百姓連外 那個領隊 回來跟我說一句話 我一世人做領隊 不像這次 這麼久 走五 日本人 一路沿著那個隊伍 拍手到底 日本人說 感謝你台灣人來參拜 我們跟他說 你不用給我感謝 我也是日本人 我們台灣人 三萬九千 一百名 在裡面 所以日本人 才開始知道 你怎麼在裡面 整幾天 日本大學 出的高雄 來幫我 座談會 我跟他問 幾個問題 我請問 今天 日本政府 和過去的 大日本大國政府 有一樣嗎 沒有 來我先問你 你們 等到沒關係 黑白藥 如果 一樣的 要不一樣的 要不一樣的 要不一樣 不一樣 為什麼不一樣 現在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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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在一九四十五年三月 去把他收過 現在的第四條 日本天皇 台灣本來 日本人 是日本天皇的 身民 跟我們一樣 但是現在 收益憲法 變成日本天皇的 國民 所以不一樣 台灣人 是日本天皇的 身民 殘民 我一個說 那日本七個高雄 馬上店頭 對對對 你講的有道理 所以安倍晉三 去訪問 蘇聯的時候 去年 去年兩次 做什麼 要跟蘇聯託 北方四島 蘇聯的總統普丁 跟他說 北方四島 不是你們 日本政府的 我們要走一條 你明明在世界 之前結束的時候 你跟他接命 他去普丁跟他說 你要回去念書 很失禮 叫人家總統 叫人家總統 去找找找找 去年 兩五月前 再一次去討 竟然 一樣 普丁跟他說 你要回去念書 北方四島 北方四島 不是你日本政府的 各位 北方四島 是什麼人 日本天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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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日本 日本地國的地道 來 給你們看 大日本地國的地道 你看看 紅的部分 其中 有一個紅的部分 是朝鮮 朝鮮在1905年 有一個併合條款 中心的紅地保留有主權 將管轄權交給日本天皇 台灣不一樣 台灣是日本的紅地 將所有權和管轄權 都交給日本天皇 所以第一次 一後 日本放棄 朝鮮的管轄權 一後 韓國就獨立起來了 但日本政府放棄管轄權 台灣無法獨立 是怎樣 日本天皇 還要扔掉 台灣的所有權 主權 所以台灣無法獨立 在這裡 你知道嗎 你今天來託 託七日就有九日了 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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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日本天皇 有北方四島的所有權 但是 古今朝鮮的第一條的米 已經將日本天皇的管理 把他拒絕 什麼叫拒絕 拒絕 日本天皇 不能說話 你只能 可以 將 國家的事情 交給 由人民 所組成的政府 來管轄 所以 安倍 請 普丁 寄在這裡 他要他的左力來 我去找 我跟普丁說的 沒有錯 北方四島 不是你日本政府的 北方四島是日本天皇的 沒有 這樣我不就沒辦法拒絕 你先不要絕望 日本天皇要拒絕 但日本天皇現在不能關輸 現在只有一個組織 我幫你拒絕 什麼人 不可以拒絕 日本天皇跟蘇聯方 還給我 他不可以把你記住 恍然大悟 所以 那七個日本台海的高雄 回去 我們要去支持安倍晉山 修改憲法 其實修改憲法也不好 為什麼 因為古今朝後面第一條 第一條的米 將日本天皇把他抗絕在 抗絕在 抗絕在 那要怎樣 所以日本跟台灣 老爸會變成兄弟 所以我問 喂 什麼人是兄 什麼人在地 誰是兄 台灣人的家手 你都感情勇輸 日本是代 日本是代 日本是兇 台灣是地 因為那是為殖民地變 對不對 古修 第二是世界 那個阿兄 建設起來 因為那些人會被修改 這個修改 這個修改 就穿起來 變成阿兄 現在日本 如果修改憲法 生出來 是我們的修改 所以 汪梨日本人看著台灣人 要叫阿兄 本來叫一個 別說 這樣做阿兄 都不用拍手 我說實在 這種叫法例來 周恩來 在1970年的時候 72年的時候 有跟什麼人 跟尼克森說一句話 他說我給你拜託 他說我代替毛澤東給你拜託 後來這塊土地 台灣這塊土地 不能讓日本 光顧啦 如果真的美國要撤退 這塊土地 拜託拜託 不能讓台灣這塊土地 和日本變成聯邦還是邦聯 這這位 我憲主席 在我們台灣民政府官網裡面 有一個我們的朋友 他都跟他查 那個網路裡面 有什麼這位都在上面 這位朋友說 你看看 這個網路裡面 來 有一個叫做Paul Maes 你看看 你看看 美國法律學者 保羅的政策 回去自己看 很清楚的 我們所說的 他就 我所在這裡上課 他馬上去查資料 在網路跟他公佈 網站跟他公佈 當中英文的 那個就是法律學者 保羅的政策 來你打開 來 來 你看 中國總理周恩來 告知美國白宮的國安部顧問 他說什麼 提醒美國當局1895年5月8日 大清大皇帝 已將台灣 台灣周邊群島澎湖 永遠割讓給大日本帝國 直到今日沒有任何改變 不是我在說的 連中國那些古代也都知道 你們都不知道是怎樣 是國民都不會跟你說 也不會跟你講 寇本都不會跟你寫 來 告他去 那個祖就是祖恩來 這原文都有 來告他去 告他去 好來 等一下 這個變 這個告他去 等一下 喔 這個告他去 我看 來 告他去 來 中國共產黨南京外事事務辦公室主任 要求美國大使館公開台灣島未定論 原來台灣未定論 中共中恩乃是非常清楚的國際事實 這不是我在說而已 那關鍵 都不會讓台灣人知道 國民黨絕對不會讓你知道 民進黨也不會跟你說 來告他 再上去 來 其中還有一個 美國大使問一句話 美國 摺領日本的島嶼 結束戰爭的時候 台灣島民應該由何方 簽發旅行文件給島民 為什麼不是寫護照 主權獨立的國家還可以發行護照 我們是被占領 只有能夠發行旅行證件 來 再上去 再上去 不然 我剛才這補去了 兩百九十人的 我們有三千幾個 你都要去你看 我所說的 有人替我證實 不是黑白說的 每一句話都有根據的 都是照國際法例的 你今天在這裡學 他不會說 學兩個事情而已 第一 這麼厲害不能以轉租款 占領不得以轉主權 什麼人來禁台灣 你不能像台灣人 會讓那些 國際改變 禁台灣 台灣本來說一句 你不能說一句 你不能說台語 那時候我們還要反 那些反就漸情反 我們說台語 我不知道我們這裡二零 如果我這個二零 請問都叫我發貴 不要叫我發貴 說台語叫我發貴 對啦 這種年紀比較大 年輕人都不知道 年輕人都把你教北京藝 現在是 年輕人都覺得台語是沒水準 說北京藝比較對 本末導致 我告訴你 中國人騙我們騙到什麼程度 中華民國在世界裡面 他說他的名字叫做 Chinese Taipei Chinese Taipei就是 中國台北的驚手 中華台北的驚手 沒有驚手 你都一定要驚 用右的嘛 中華台北的驚手 中國台北的驚手 兩個都不對 Chinese Taipei 其實Chinese Taipei 那是簡寫的 真正的名稱是什麼 你看 Chinese exile 流亡government 政府 in Taipei 真正的名字 全世界都知道 只有在台灣人不知道而已 所以 中華民國 流亡政府在台北 什麼時候開始流亡 1949年的12月3號 Chinese Taipei 就像是 法國當時 叫 帝國占領的時候 他們在倫敦 叫做French London 法國流亡政府 在倫敦 比利時 也是在倫敦流亡 叫做比利時 London 比利時流亡政府 在倫敦 韓國流亡政府 在上海 叫做Korea Shanghai 所以 Chinese Taipei 中國流亡政府 在台北 我們不是中國人 中華台北 不是我們的國籍 所以 2008年 在議會設立 台灣民政府 跟美國要求 我們在台北正式成立 向全世界194個國家選擇 那時候選擇 你有沒有看 在那個時候選擇 2008年2月2號 這是一個歷史的日誌 但是你說 根本都不知道 每天都給我們封搜 看什麼 看網路 所以2009年10月25日 2009年4月7日 有一個結論出來 就是五點 2009年8月7月6日 美國的國務院 放棄抗辯權 放棄 又和我們辯論 所以2009年的10月7月6日 最後換言 是說 這樣好 你台灣民政府 還沒有準備好 他沒辦法叫 行政單位 將管轄權 管轄權 來告行案 所以 在那個時候 我們跟美國參選 美國說 你要訓練 四千民 高級班的人員 我們願意把政權還給你 同時 要有四十一萬人 心清十分證 就是這樣來的 所以是怎樣 你們來在這裡 這就是你們知道的 不知道怎麼會怕手 不知道怎麼會怕手 你不知道不知道 要怎麼想 剛才叫我來 我就來這樣 不簡單 台風 地球表面最大的台風 這次 但是你放心 不會來 不會怕到我們這裡 因為我們要訓練四千名 要接政權 所以 中華民國 搞定的為止 不敢把我們叮噹 他雖然不敢跟你出訓 不敢跟你出訓 但是他也不敢跟你報導 所以不敢跟你報導 我們就知道 美國說 你回報啊 我們補充也頂多萬 一位就來了 現在 通牌 獨牌 都把我們 三個黑白把我們練 說 台灣民政府是詐騙集團 我很符合 請問 你們平庸心 台灣民政府有跟你們無款嗎 有 有無款 你怕手 你跟你們無一塊 我用一百萬倍 沒有 全世界你怎麼看 說詐騙集團 不一樣 不一樣 你說不 我去收分 我沒有交一萬塊 你交一萬塊 是你的吃飯錢 你的民宿費用 你說 你不是交給我們台灣民政府 你怎麼搞清楚 你怎麼搞清楚 你禮拜一到禮拜四 扛在這裡 是讓你們那些完工 你用 這個完工 你用 你搶的時候 當然 每一天都可以搶 對不對 那些人 不是這樣講出 那些普通班的時候 幫你搶一搶 打六搶 就用六千塊 是這樣 好可視 有這個農莊的老闆 來提供這種地方給我們 我們這裡有辦法 到現在 分年這個普通班 已經有三千五百塊了 那高級班有兩千六百塊 好可視 我們剛才開始的兩年半前 說要做飯店 如果七天去做飯店 我覺得我們偷偷偷 一次辦會行 兩次也辦不會行 怎麼說 有時候上課沒有幾個人 什麼人要做你 我們兩年半前 到怕你沒有一天是效果 很差別 這兩年半裡面 2011年的1月14、15、16 到怕你為止 每一次我們要避充 都沒有避充落 這有幾個奇怪 有當初就在一起落後落到屁股 要避充的時候 變好聽 很奇怪 天佑台灣 避充完之後 半點前後 啪 放過來 很準 當然我也希望看這次會準 我認為怎麼會準 剛才我看新聞 風太轉向了 對 本來是說 大家說 風太轉向了 我就跟風太轉向來 我在說話好像很準 不要說風太轉 我沒辦法 六十五次 國際班十八次 五三六次 台學生四次 從來沒有碰到下雨 去屁股的時候 我聽說台灣要試試看 嘟不中 有厲害 真的有厲害 我們九尾車 這是我明天就要說 九尾車 我們有辦酒肺跟記者肺 有看電視傳播在那裡走去 都有去看 沒有去補看 因為今天這個 我先把你最普通的事情 先讓你們知道 一九十五年 四月請日本天皇 選佈台灣這個土地 讓你參政權和參戰權 有這個參政權的醫藥 台灣人可以去做日本兵 貴心的醫藥在建國神社 這是何等的光榮 本來台灣人沒有國家 所以一九五二年的四月二十八號 究竟我們和平條約生效 其中二十三條 美國是台灣地區的主要佔領全國 什麼叫做佔領 不是說美國人你有看到 這樣叫佔領 美國人你沒看到 但是在很短的時間 他會到台灣 那些都算佔領 可比說 我給你選佈 向全世界 這堆地區 誰的飛機都不可以飛過 飛過 我給你扒下來 這堆地區怎麼樣 我佔領 這堆地區我佔領 這堆地區我佔領 所以一樣的事情 現主是美國的佔領 在台灣兩千名 你們說奇怪 我怎麼看 我幫你們佔 你可以去看 新竹樂山 奇怪 住在新竹樂山說奇怪 我們都沒看到美軍偽過過 你沒看到美軍偽過過 你因為你的頭 不像上面看 他們都一個直升機 空降 你可以看 常常你就看到直升機 青春江 台中 本來我說青春江的時候 李少年也不相信 李少年還叫他的 這碗去看 真的有去看 去看兩碗 我們的人也有去看 青春江旁邊有一間早餐店 看幾碗 看幾碗 因為裡面都不能進去 你看到那個兵 憲兵 中華民國憲兵 你吃雜湯 早餐 五、六天 你吃雜湯 就過去問 你去青春江旁 你去看見美國的飛機嗎 沒有 那裡面很可能 我不知道 我沒有關係 老闆在旁邊 老闆告訴我們 他說 你如果要問那個飛機 要問我 為什麼要問你老闆 你怎麼知道 每一天在一起 的早餐 是我跟桑子裡面 一份早餐一百塊 老闆都吃很好的 吃麵包 吃牛奶 所以他每一天 他的家族 四、五點就要來做早餐 他說 他說 他問說 你如果知道是美國的飛機 我當然也知道 中華民國飛機都洗洗吃 美國飛機都很大隻 看就知道那是美國的 那裡面的美國人 包括那個 那個修理飛機的 那你送幾份 一百八十份 兩次去都這樣說 這就證明了 花蓮的加山群 那個加山基地 台南的基地 空軍 每天 材材材都在那裡揹 你如果住在台南 你看看 那些飛機在揹 那些材材材 都沒有logo 那如果有logo 是都美軍 各位 台灣人 不知道 美軍 都在台灣 你選這種奧布 其實全世界都知道 中國都很清楚 是大家都外國而已 所以這邊 這個保羅 Paul Paul 公佈的這些東西 你自己去網頂去看看 這網頂都看得到 所以怕你台灣的地位 中國也很怕 美國回來說 台灣地位未定 台灣地位是不是真的未定 其實台灣地位已定 叫做什麼 日暑美戰 像日本天皇 但是美國軍事政府 在那裡 美國會放棄嗎 不會放棄 現在全世界有三個地方 美國在那裡 要發生什麼事 第一 古巴 古巴 古巴在1898年 美西戰爭 1899年 西班牙放棄 古巴 波多尼克 菲律賓和港島 給美國 另外 美國 給古巴獨立 1902年 獨立的時候 用強迫的手段 叫古巴說 關踏納木 我要做給我 做多久 九十九年 再九十九年 時間到 還在延長 另外 經過兩年 古巴政變 卡司徒 拿到政權 變成共產國家 卡司徒 不要領 那個錢 說我不要做你 美國說我已經簽好了 錢都放在國際銀行 在你的 日本 的流球 普天天基地 九十九年 還在九十九年 這是什麼 美國跟日本戰爭 流球還給日本 但是普天天基地 九十九年還在九十九年 日本的修相 那時候的左藤龍座 不敢 跟日本人民說 我做人九十九年 九十九年 然後 他跟他簽約 然後 尼克森跟他簽成 左藤龍座 竟然用契約書 放在引刀 現在已經拿出來了 因為美國跟 揪生 新的修相 他跟他簽這個合約 有準正嗎 沒有 因為美國跟 美國跟九十九年 紀念那天 有經過台灣 我有看到 九十九年說 有啊 所以他九十九年 美國跟日本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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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戰爭以後 台灣的 這個十字 金胡錄一百號 所謂的AIT 一樣 你知道他多久嗎 九十九年 再九十九年 全世界 有那個合約 九十九年 加九十九年 如果說台塞館 如果是大使館 永遠都不會斷交嗎 那就是 已經 美軍 占領台灣了嘛 九十九年 又再九十九年 所以美國絕對 不會離開台灣 管理在這裡 現在就是 你台灣 要怎麼處理 你自己台灣的事情 所以我跟各位說 我們台灣 民政務 就是要拖領台灣 向美國 討一個正義 討一個人權 到外面 我們開支援 跟記者會 我們就宣佈 美國也同意 要發給我們 台灣人民 旅行證件 去年的年紀 所以各位 你們都很好問 但是 條件是 你要有身分證 那身分證 不是中華民國身分證 我今天想要 想到這裡 後日 還有外科 我跟各位說 上兩天 你就是國際法 未必 我給你建議 新台灣論 你會有 我們的台灣民政務官網 你要去討 今天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 各位好玩請起立 今天 下課休息 樓腳一樓 餐廳有點心 大家可以用 謝謝 來гр answers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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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